好这里也是一些 这个不一样的这些一些例子 这些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不行呢 就他这个角色本身 看上去非常的华丽 对吧 然后 等一下我研究我看不到 没事好严重 再说一遍吧 就这些站桩的这个pose 非常的无聊 就你没有觉得这个角色 他活过来了 你觉得他就是一个很精致的这个玩偶 但你看这个角色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角色的这个personality 个性表达的非常的突出 他们都是站桩 为什么这个就会给你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这种凹的这种S型 就像就是在正常人来看的话 就是有一个人如果在你面前 把他自己凹成这个 这个这个pose 你一定觉得他是神经病 但是到画布上去这么去画一个角色就刚刚好 因为画布是二底的 他会对视觉上有一个衰减 所以呢 你要在画布上画的尽可能的夸张 那投射到这个观众的眼睛里面才会刚刚好 嗯 对呃 所以说你在找这个post reference的时候就是这种不要找 没有意义 然后还有这种也是不要找的 为什么呢 就是很多人那个找post reference的时候 特别喜欢找这种真人的这个模特 因为因为他就是那个也没有很多不错的那个怎么讲的 就是那个不错的动作 然后呢 通常他们穿的又很少 所以说他这个肌肉的这个呃 那个 肌肉的这个透视都交代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但是呃新手非常容易被这种真人的这种模特的这种post图啊 就是带到沟里面去 他会一比一的去 描着他去画这个角色 你想想看就是真人的这个比例 就是跟这个我们所说的这种娱乐作品里面来讲的话 他一定是呃过于写实的 就比如说这个角色呃就这张图里面这个角色 他看上去就是很正常的很正常的一个比例 看上去就没有那种娱乐作品里面那种 呃男的女的那种那种艺术加工的感觉 像这个这个基本上快石头生了 对吧 然后视觉冲击的非常强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比例是 已经经过一个艺术加工的 所以你 新手就是用这种这种图的话 是非常容易被他这个原本的 他的这个嗯 真人的这个模特比例给带走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自己做加工 他这张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你如果说找左边的这张图呃 去画你这个角色的pose的话 新手没有办法相化成这个形状的 体型的嗯 就你看啊就他腰收的这么窄 然后他的每一个这个体块关系 就是这种卡通画的这种体块关系 呃就已经是经过这个设计师 或者这个艺术家呃内部呃内部 呃内部内部这个消化过的 嗯 然后才能画成这样 那么你作为一个新手来讲的话 你找这个参考图 你去画这个动作 比找这个参考图去画这个动作 要容易太多了 嗯 好 知道了 嗯明白吧 所以你在找post reference so 尽可能是找别的艺术家 已经已经内化过的 这个post 呃这个这个post 作为你的reference 嗯 嗯 。